好,所以刚刚第一组说这些水仙花有希望的感觉,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有田径以及快乐的感觉。 那到第二题,第七组,当这个诗里面的主角他没有在描述或是没有在想着水仙花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觉得? 谢谢大家。 第七组说,他们觉得诗人在其他时刻呢,好像是相当孤独、忧郁、 容易胡思乱想、渴望陪伴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一行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像一朵云一样,孤独的在飘来飘去。 That floats on high or vales in hills,or就是over,他把那个V省略掉了。 Vale就是valley,峡谷,不是峡谷,那个山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各式各样的地形,有高有低,他都是在上面这样飘过去。 也就是说,他本人好像跟这些不同的地形没有关系,好像就是远观而已,好像没有真的产生一种连结。 是很抽离的一个孤独的感觉。 而且我们看下面这边,for oft when on my couch I lie, 经常我躺在沙发上的时候,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我的心情可能是放空,可能是胡适乱想。 所以这个就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嘛。 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很孤独,然后好像跟谁都没什么关系。 有时候就是还会放空或胡适乱想,基本上就是得忧郁症的嘛。 差不多。 所以这个也就是第七组要给我们看的。 诗人在没有在想着水仙花的时候,他好像过得不是很开心。 好,谢谢。其他组别有要补充或是提问的吗? 好,我们进到第三题。 第一组,你会如何解释第十八行提到的那个财富? 那是什么概念? 好,第一组说这个财富好像指的就是水仙花的回忆。 他想起这些水仙花,然后呢,这些水仙花可以带一点快乐给他。 我们看诗里面。 所以他这边讲嘛,当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在发呆的时候, 二十一行, 他们在我心灵之眼上就是投射上去,闪着上去。 就是他看到了。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就是这个they,which的先行词即是they。 他们就是独处时的快乐。 所以这就很有趣了。 这不但是说想起水仙花让他没有那么的忧郁。 他是说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有想起水仙花, 然后快乐起来的可能性。 如果譬如说他的好朋友Coloridge跟他在一起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想到水仙花,所以没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第一组说,这个好像是想到水仙花让他开心起来。 因为诗人是孤独的,但是水仙花是成群的, 而且是大家一起舞动。 就是有一种群体的那种快乐。 诗人可能从远方看着,然后也许羡慕着。 但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想起水仙花成群的快乐, 当下也带给他一些快乐跟慰藉。 所以我们看最后两行。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我心里充满着快乐。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这个主词还是heart,我的心灵跟着雪仙花起舞。 所以这边指的财富就这行。 18行讲的财富,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这样的表演,就是花的表演,带给我如此的财富。 这个财富就不只是回忆本身, 这个财富是把孤独转化为独处的快乐。 这个才是他要讲的财富。 好,谢谢。 其他组有要补充或提问了吗? 好,我们接到第四题。 第二组,你们觉得这首诗这样的概念只适用于诗人吗? 还是其他行业的人也有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可以用在艺术家或是任何人身上都可以。 你刚刚说的艺术家或任何人身上吗? 好,所以这答案蛮有趣的。 任何人OK,那为什么会特别点出艺术家? 是不是因为好像艺术家跟诗人好像走得比较近? 好像这两个行业之间好像有某一种关联。 想一想,这关联好像是一种创意吧? 是不是? 我们说创意常常会觉得说它就是凭空蹦出来的。 不是啦。 创意都是靠今年累月的记忆跟经历累积出来的。 创意的本质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最妙的时刻生出最意想不到的东西。 这些东西本来就存在,但是也许在当下突然有一个新的组合或是一个新的契机出现。 所以诗人就是这样嘛。 他原本看着一群水仙花觉得,欸,不错。 然后之后最需要的时候突然想到。 那我想第二组提到艺术家也是这个概念吧。 感觉好像艺术家的创意也是,欸,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根据以前经历或回忆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第二组同时也说,这好像是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这蛮有意思的。 这题也有丢给第四组。 你们答案跟第二组一样吗? 还是你们有不同的答案或是要补充的? 再来讲一句话题一下吧。 我很多人都想要补充的。 你们都想要补充的吗? 好好! 这也好! 我真的有哥们现在做过来点课。 嗯,你们可以… 我们做了一个小物件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第四组的答案非常相近 但是他们补充了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 不只是诗人而已呢 第四组要我们留意一件事情 诗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人称 我嘛 我漫无目的像云一样在到处漂流 但是到了这边 他突然变成第三人称 也就是说这边重点不是说诗人不诗人的 这边重点是从第一人称变第三人称 就是从我变成任何其他人 第三人称就这意思嘛 其他人 所以他是受限于他本人是个诗人 所以他要从一变成三的时候 他只能举出他自己的行业 可是他意思从文法上来讲 意思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 任何人都有可能在 以这首事而言 就是大自然看到一床美景 然后在最需要他 在最黑暗孤独的时刻 突然想起来 然后又苏醒了自己的灵魂之类的 任何人都可以 好 谢谢 这一题其他主别有想法要补充 或要提问的吗 好 那我们就跳到第五题 这首诗的运绿结构 它的运绿结构 为什么会这样子安排 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 第三组你们觉得呢 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看法 就是第一个他可能是在回忆 他以前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是他 因为他第二段换了另外一种隔绿 那他都是在讲水仙话 所以是想说 他是不是要强调 就是水仙话的姿态 这样子 他每一个诗节的亚运的规则都一样吗 是吗 好像一样吧 对不对 前面就是二四亚运 三六亚运 一三亚运 然后五六亚运吗 对 所以你们会觉得五六这两行 好像是去回忆前面四行在讲的东西 这个意思吗 后面两句都在描述水仙话 OK 所以他有一种就是 区分你我这样子 OK 所以有点像是前面四行在讲他 比如说看到或遇到的 在描述 然后五六好像在讲他自己的感觉 或是心得 OK 有可能 我们先看看另外一组也回答这个问题 第五组 你们的答案跟第三组一样吗 还是你们有不同的答案 第五题 干嘛瞪着我 第五组在哪里啦 嗨 你们有一样的答案吗 还是不一样 下次一定要带那种警察封锁 那个拉条 然后把第五组拉出来 好 所以第五组说 他们答案跟第三组很像 但是他们 要我们留意说 好像梅诗节的五六行 好像都有提到 Dance 舞蹈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反正这是最后一题吗 不是啊 后面还有一题 第六题 但是这个是就是 在问整首诗 那我们就整首诗来看吧 这好像是不是讲过 这好像讲过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golden daffodils 对好 所以亚运 cloud hills crowd dills trees bleeds ABABCC 好 所以前面四行在讲 就是实际的经过嘛 他在漂流 然后突然看到一群水仙花 然后第五行开始 好像这一行的主诗 就是水仙花本身嘛 他们在湖畔 他们在树下 他们在漂舞 所以有舞蹈 有 确实有 我们看第二诗节 这些也都讲过了 所以shine way line bay glance dance 一样 ABABCC 应该说 DEDEFF 我们字母不要重复 所以 这四行 都在描述 水仙花的样貌 然后第五行 Ten thousand saw eye at a glance 一眼看到上万株 所以主词是我 我看到 然后一样就是 如同第五主讲的 这边又提到的舞蹈 所以我们开始 好像看出一个东西来了 好像前四行 跟后面两行 其中一个会是 诗人为主 其中一个会是 花为主 然后都在第六行 以舞蹈 就是结尾 我们看这规律 下一次解 适不适用 这边在讲 就是 花比 那个 波浪 还要美 然后第十五行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Gay这边是 happy的意思 快乐的意思 In such a jocund company jocund也是 happy的意思 所以就是在 这么一群快乐的 company 应该是指 快乐的人 之中 一个人 讲的是 他自己 就是一个人 不得不开心 起来 I gazed and gazed 就是我看着 然后我看着 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但在看着 当下却没有 去想说 这样的表演 带给我 什么样的财富 所以当下 不知道 但是最后一诗节 就是未来 忧郁的时候 就知道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四行跟两行 有没有 这样的规律 所以花在 跳舞 但是到了 第三行 诗人就出现了 但是这句 好像也不是 特别在讲 诗人吧 您看下一行 又回到花身上 那这边是讲说 花对诗人的影响 所以主体 好像还是花 然后五六 才是诗人 看着花 所以一样 就是有一部分 是花 然后另外一部分 就是诗人 那这边 有一点 规律不一样 就是第六行 没有提到 舞蹈 他反而是提到财富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就是花的舞蹈 是财富的一部分 所以很接近 然后最后诗节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还忧郁的时候 突然想到 然后就会充满快乐 所以这前两行 是他自己忧郁的时候 然后第三行 花突然闪在 自己的脑中 然后带给他快乐 而这个时候 他心中充满快乐 然后会跟着 花一起舞蹈 所以好像前面的规律 都蛮适用 但是到了最后一诗节 好像很难说 哪一部分是花 哪一部分是人 但到最后一句 舞蹈又出现了 电视又回来了 这背后可能有点含义 因为你看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就是 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周围没有花的时候 想到花 然后就开心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说 诗的结尾 他的那个故事的结尾 就是人花合一 区分不了 花在他心中 他心中想着花 里外外里分不出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这样的概念 好像也反映在诗的 那个写法上面 前面三个诗节都是 去分得了 什么部分是花 什么部分是人 可是到第四诗节 就分不出来了 十九行 我躺在沙发上 然后忧郁 但是二十一行 花散在我的心中 而花本身大概是快乐 独处时的快乐源头 然后最后两行就是 我跟着花舞蹈 让我快乐 一样就是结合起来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最后一行这个舞蹈 跟前面的舞蹈 好像不大一样 前面都是看着花在跳舞 但是只有到诗的 最后一句会变成 诗人跟着花一起在跳舞 我们也可以再稍微 抽象一点的去讨论 就是为什么第三诗节 的这一行 应该是十八行 没有提到舞蹈呢 因为我们可以说 他看着花舞蹈 看着花舞蹈 然后突然面前 没有花在舞蹈的时候 他才会去从内心里面 想象出花在舞蹈 要有离才有和 要有诗才有负德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太抽象一点 就像是 假如你 每天用着你最心爱的一支笔 去写笔记 假如你写笔记的话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找不到了 但是就是你怎么找 找不到 但是隔天你起床 突然看到他就在你的桌上 这个时候你 一整天用那支笔 写的笔记的时候 就会特别开心 因为你曾经失去 你又负得 类似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 运角 回到运角问题 一二三四 符合一个隔率 然后一个 亚运规律 然后五六 是另外一种规律 到了第四诗节 虽然两边都 就是人跟花都结合了 可是运角都还保持 对不对 Lie Mood I Tude Feel Dills 一样是 一三 二四 跟五六 但是我们经历了 第三诗节的那种 变化跟 忧郁 跟失去之后 第四诗节 这个 亚运的 意涵就变了 人们只是建立规律 但是到了第三诗节 有了变化之后 第四诗节 比较像是 一种 印证 或是一种 慰藉 或是一种安慰 就是 人们担心说 就是情况要变糟了 然后 这个 人要变忧郁了 但是 到了第四诗节 那个亚运还在 其他东西 也许你不确定 但是你能确定的是 亚运还在 好 我们再抽象一点去讲 四个诗节 然后每一个诗节都是分 两个部分 花 人 或是人 花 这个规则 其实在整首诗上面 也出现 前面两个诗节 的结构是一样的 花 人 或是人 花 分开来 第三诗节 有了变化 然后第四诗节 第四诗节 有了结合 就像是 每一个诗节的 蕴角一样 前四行的规律 是固定的 第五行的规律 变了 不确定 那个蕴角在哪里 因为是ABAV 然后突然C出现的 新的蕴角 不确定 这个要怎么搭 但到了第六行 那个蕴角 就搭起来了 所以也是 规律 规律 然后第五行 变化 第六行 又有规律 也是 这个关系建立之后 先失去 然后再负得 好 我讲这样 你们有想提问吗 或是想要补充的吗 这首诗讲的这些概念 蕴角 诗结构以外的 就是内容上面 就是要看到自然美景 然后 独处的时候 或是之后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想起来得到慰藉 这些概念 我们第十周的那首诗 还会再用到一遍 只是说第十周 那首诗很长 所以如何去区分 哪个部分 是讲哪个概念 稍微要花点时间 但是基本概念是一样的 只是讲得更深入 更复杂 然后除了大自然以外 他还牵扯一些什么 自然之灵 或是上帝之类的 那基本概念是一样 所以不要忘记 不要讲完就忘了 好 所以我们这五题讨论完了 我们就可以进到第六题 这首诗 你从哪里看出来 它是浪漫时期写成的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回来之后 再给你们一点时间讨论 然后我们再看看 你们什么想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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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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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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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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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有吗 看到什么回忆起来 迸发出一个诗句的创意 然后对于大自然的思索 有吗 大自然很明显嘛 水仙花 然后再来 它是在回忆花的时候 开心起来 所以也是有 这个从大自然带回来的一些回忆 让它这个有写诗的灵感 所以这都是有的 这首诗甚至是浪漫时期代表作之一 而且Lyric Poetry 抒情诗 这也是短短的一首抒情诗 下一个 日常生活超自然歌德 歌德应该是还好了 没有太黑暗 一点点但是没有很黑暗 日常生活 有吗 你们觉得这首诗是反映它日常生活吗 有吗 对吧 没有讲什么什么去 觐见国王 去亚洲旅游什么 都是日常的 超自然 有吗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他如何去描述这些话 像人群 像是银河的星星 像是无垠的一条线 在甩着头 在跳舞 会不会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自然吗 不完全写实 好像有 到更高的层次去描述它了 所以它 你说星星 星空 银河系 这个就是要超自然 你顶多也只能超到这边去的吧 没有办法更高的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自然的想象或是描述或是联想 所以我们今天讲超自然的想象 什么那个光怪陆离的什么鬼神之类的 不一定啦 只要不是你一般生活中能够见到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说是一种超自然 下一个 大众 大众批评 还有个人散文 有吗 有关联吗 大众可能有点关联吧 他说任何诗人 也就是说任何人 都看到这景象不得不开心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诗人已经不是在想 我或是我的朋友 或是读者你 他讲的是任何人 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大众的概念 不只是一个一个人 而是这些人加起来叫做一个大众 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是有点关系的 popular criticism 这边是文学吗 文学评论 这好像就还好 personal essay 个人散文 有关联吗 当然这是一首诗啦 但是精神上面好像也有一点关联 个人散文是一种 以抒情或是思索探索为主 这首诗也是嘛 藉由对大自然回忆的抒情 去探索大自然能够带给一般人的心灵慰藉 所以又有情又有理 它是一种散文精神 即便它的形式其实是诗 小说 傲慢与偏见 科学怪人 这好像还好 扯不过去 跟爱尔兰结合变成联合王国 没有提到爱尔兰或是任何国家 彼得卢大屠杀 也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就是这首诗没有那么晚期 你可以说工业革命 你可以说彼得卢大屠杀是工业革命 这个历史趋势必然导向的结果之一 你要这样讲的话 那一提到工业革命就会提到屠杀工人 那这样的话就有关系 但是这一事件本身是扯不过去的 然后既辞过世 好像没有关系 OK 这样可以吗 这首诗有想提问吗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期中考要干嘛 期中考是一题深论题 没有标准答案 我是看你们如何写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考试的一般规则 这个规则适用于期中考跟期末考 那我期末考的时候会再提醒你一次 考试时间是从今天打中下课开始 到下礼拜六凌晨00点01分 对 所以你们有一个礼拜时间 但是就是你一旦开始写 它不会以计时 那我知道有些科目可能现在考试计时80分钟什么 不会 你只要开始写 可以一直写到截稿期限 截止期限 那你不用直接在这边写了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写完之后复制贴上 这个我没有意见 然后呢 如果你提早结束送出去的 然后去吃饭 洗澡 睡觉 躺在床上 快睡着 突然想到 哎不对 我忘了讲什么东西 你可以回来再写另外一个答案 然后我只会给你最高分数 必须要用英文做的 我们是中文口说 但是英文阅读 所以写作应该也是用英文 我们是应用英语系 我们要把我们的英文应用出来 谢谢 我早上讲这个笑话没人笑 下一个 考试是开书考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任何的资讯 这个好像写不大对 第二点我等一下会删掉 第一点是正确的 你可以用任何资讯 你可以看讲义 可以看目楼上贴的东西 可以看课程影片 可以上网查资料 可以去图书馆 你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做 你不能跟其他人讨论 但是你可以跟我讨论 你可以写信问我 写信 Teams 可以就是看能不能读到我 把我抓住 问问题 如果你有我的LINE的话 也可以问我LINE 对 但是你应该是找不到我啦 因为我下礼拜只有一天检考 对 所以你不能问其他人 但是可以问我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你一定要从指定文本使用 要援引一些相关证据 不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要跟我讲说 你这些想法是因为读到哪一部分 譬如说哪一段哪一行 让你有这个想法 那每一段证据呢 请你要给我它的行数或是页吗 而且这个资讯要放在你原影的部分隔壁 也就是说 譬如说你答案可能讲说 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你后面就讲说 因为我读到这一句 你就要在引号后面就加一个括号 说第几行或是第几页 这样我才知道你讲的到底在哪里 好 那如果你选择要查资料 然后选择援引进来的话 请你要跟我讲 哪一个部分是从哪边找到的 所以并不是说 你只要把所有的资料来源 放在最下面就可以 你要跟我讲 这一句或是这一段 或是这个概念 括号是从哪边来的 可以贴网址 可以贴书名跟页嘛 如果你是去图书馆的话 就如此类 如果你援引别人的文字或想法 然后当作你自己的 你没有跟我讲它的出处是什么 这个叫抄袭 抄袭很严重 抄袭的意思就是 你偷人家的想法或是说法 是一种偷窃 你仔细想想 这门课是必修课 所以如果你用偷窃的方式 你用剽窃的方式 得到这个考试成绩 让你这门课及格 以至于拿到学分 然后可以毕业 拿毕业证书找到工作 你就是在偷人家工作 所以不要抄袭 不要抄袭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当你想用人家的说法 或是想法的时候 跟我讲这一段是从哪边来 所以你可以参考 你也可以借用 但是你要跟我讲 这不是你自己想到的 好 规则讲清楚了 你们也了解抄袭的严重性 你也了解如何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发现你抄袭 你这一次考试就零分 这一次考试占总成绩 那如果真的我觉得你有抄袭 那判断标准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找得到资料来源 那就是抄袭 英文找得到 中文找得到 日文我也找得到 所以不要乱来 那有时候同学会问说 那老师可是如果刚好我有这个想法 后来读到人家也有这个想法 那这样算不算抄袭 这个时候我主要会看的是 你们如何去讲这个想法 两个人有一样的想法 不稀奇 但是这个想法的 就是陈述方式非常接近 这个就比较罕见 所以如果我遇到觉得说 你这样写 好像跟人家这样写蛮像的 我就会有一点疑问 知道 好 然后如果你对抄袭这概念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一篇中文文章 你可以读一读参考一下 这样的考试规则 有问题 或者是不清楚的地方吗 好 那我们来看题目 等一下 题目之前 也许你们对生论题的写法不是很熟 所以我下面给你几个参考答案 这些都是其他文本 不是这一次考试的指定文本 然后呢 也许 他回答的问题 跟我们问的问题不完全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说 这些范例答案的写法 他如何陈述答案 如何援引证据 如何援引外部资料 所以写的方式 可以给你们参考 OK Midterm Read the William Wordsworth poem My Heart Leaps Up on the main Moodle page 等一下带给你们看 Aside from the author and year of publication How can you tell that it was writte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as defined in the handout 你要如何判断这首诗 是浪漫时期的诗 不能援引作者 不能援引出版年代 除了这两个资讯之外 诗内容本身 你如何判断 它是浪漫时期 浪漫时期的定义 是讲义上的定义 如果你在网络上 找到其他定义 不算 要看讲义的定义 作答准则呢 analyze the poem and giv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要举出至少三个理由 或是三个例子 或是三种证据 所以其实打眼睛给你的嘛 它就是浪漫时期的一首诗 但是你要如何证明给我看 要有至少三个理由 那当然你提供更多理由 其实也好 没有上限 下面有个小提示 可以考虑诗的意涵 意象就是画面 格律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异扬格 或是那个 有几个 就是叫什么 不 几个stress syllables 压韵规律 以及历史背景 都是你们可以去想的事情 好 然后你们看到下面 这一格子好像有点大 不要紧张 这个是无底格 你写到最下面继续写 它还会继续扩张 所以不要想着要把它填满 答案长度是 你只要觉得有充分回答就可以 我不会去算字数 评分方式是这样的 满分25分 你只要符合最低要求 就是有回答问题 然后有给证据 然后用英文写 我就会给你 这样是多少 等一下 15分 60%几个 然后呢 你答案越好呢 我就会越往上 累 叫什么 累进加 就是 所以是15分 然后再往上是 17.5 然后20 然后22.5 然后25 也就是60% 70% 80% 90% 100% 如果你没有符合最低要求 譬如说你用中文写 或是你 给了证据 但是你忘了点说 譬如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是浪漫时期 你没有这句话 你要回答 你要说这些证据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给这些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浪漫时期 你要讲出来 或是你没有提供原因 我就会往下扣 你每少一个就一样扣2.5 所以15再往下是12.5 50% 10分40% 然后7.5 30% 一次被推 所以不难啊 你只要符合最低要求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你的答案里面要有 看得出来是浪漫时期 因为 点点点 或是 点点点 所以看得出来是浪漫时期 要讲出来 写生论题 其实是在写作文 所以你作文要完整 主要概念要写出来 OK 这样 这一题 的写法 有没有想提问的 你们算好过的啦 我去年会随便指定一个随机的诗 然后不跟你讲什么年代 要你自己判断 好 那我带你们看诗吧 我们先把它隐藏起来 然后把它开放 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这个诗 超短的 就这样 好 我念过去 我的心 我爱上 我的心 我的心 我爱上 我的心 所以是 现在 我现在 我身 天 我 在乘 我 与我 是 在书 每书 今天剩下时间让你们去思考这首诗 有疑问的话我就在这边坐着 如果想提早离开 记得要牵刀再离开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